大家好,我是封印,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沙 然后在屏幕的左上方有我的邮箱 大家但凡有好的视频,可以往我邮箱里面扔 大家也可以加我QQ,跟我一起聊天,对吧 一起交个朋友,然后我们再讨论关于三国沙的各种技巧 对吧,各种打法,对吧,各种套路 好了,今天第一局,对吧,是欢乐成双环节 那怎么,大家见过就是流氓云,对吧 在没有连弩的情况下,能不能一次性秒的要一个四血武将呢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第一局献给大家来个开胃菜 当然啊,流氓云不是咱们主视角啊 是对方的这个我们的一个队友,而我们选择了一个国家 光凭这个牌,你相信流氓云在没有连弩的情况下 能够一次性秒掉戒流位吗,对吧 今天的开胃菜,就让大家见识一下 过猜,顺手,再猜,股定,准阵 最后一张南蛮 直接秒掉了戒流位,对吧 我们搏就是搏个好彩头,相当于搏个开萌红,对不对吧 剩下的基本上也是垃圾时间了,我们就加快进度 一个料化基本上也挡不住 把这个料化也比较倒霉啊 他这个八卦阵就从来没红过 连爆四次举化,对吧 三次举化,对吧 这个料化也是够惨的 搏就是要搏个好彩头,对吧 欢乐成双就是娱乐,对吧 以娱乐为主 那说完欢乐成双的娱乐属性 那欢乐成双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呢 那当然是有的,对吧 第二局就给大家看一下 一些单挑的一些技巧 大家肯定会说 欢乐成双这个游,跟八人军争 不是一个弱化版的八人军争 是一辆不盛 这些过程给亲身好不好吗 第一是可以娱乐 第二可以磨练你的武器 它可以锻炼配合 因为你在八人军争里面 它是直接都,除了主攻以外 都是盲选的将 而欢乐成双是一个人先选 你再去选 你在这里面可以根据将框来选择 跟你配合比较好的一些武将 所以说多 如果说对一些配合不是很熟悉 对吧 怎么样能打 怎么样的配合能打出收益最大化 以便你在八人军争里面能最好的找到队友 对吧 和他进行排差化最大的一个配合 那就多玩一下欢乐成双 当然啊 欢乐成双也是一个就是对手排排序 位置要求特别高的一个游戏 对吧 而且呢 他的体验感会增强 因为你出牌 出牌的频率会增大 不像八人军争 有时候几分钟 可能能够到处理出牌 今天要给他讲的是什么呢 是前面的效果 我要期间告诉大家 你们觉得一个三血的 雕蚕 而且是离魂蚕 能打得赢一个三血的真击吗 如果论单挑的话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是打不赢的 就是说如果说都是同等运气 而且水平都一样的话 是打不赢的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把它打赢 对吧 首先我们先挂个冰 对吧 这是一些单挑的技巧 因为我告诉分析一下 在这个单挑的场合中 首先真击的过牌是比你雕蚕多的 你雕蚕稳定会过一张牌 但是真击 对吧 他们通过计算 真击平均的过牌 是能够过 能够过多少呢 能够过1.5至两张牌的 对吧 而且离魂这个技能直接报废 而真击还可以有一个强大的防御技能 叫做清国 所以说对于真击来说 打离魂蚕 是大优的 是大优的 如果怎么样 就是在烈士的 在烈士的单挑的获得胜利呢 只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 依赖于对吧 前期的一些装备的记载 状态的高低 第二个 依赖于神抽 第三个 也是我们讲的 合理的利用自己的技能 和合理的排序 能够让你在单挑中获得胜利 获得优势吧 至少说 你看我们这里挂了个人王凳 而他摸上去的杀 大概率是黑杀 所以我们闪就只丢了一张 而是续爆了一张古丁刀和两张杀 因为我们看到了他这张连弩 如果说你每回合砍一刀 你出杀的频率一定是不及增击 出黑色牌的频率多 所以说你要一刀一刀去砍 几乎每一刀都是砍不中的 而你出几男的概率 对吧 也没有他出几男的概率多 所以论排杀的话 他的过排量是比你雕材要大些 尽管你有避玉 而我们这里发现了一张武器 而我们发现 刚才一写的真机已经走到三写了 所以我们觉得 这个古丁刀其实用处不大了 所以我们就续爆两张杀 对吧 我想思路要怎么才能赢到 一定数连弩去推 而连弩他手上的牌 大概率是黑牌 所以要把他守号牌 在一回合之内 要把他守号牌 手牌给消耗掉了 然后再用连弩去推 对吧 要瞬间造成一个更大的一个伤害 但是呢 在这个游戏中没有木马 对吧 所以说想要打一次你的难度会更加大 好 这一轮是关键了 我们发现摸上来了两张牌 看一张无中 发现一张决斗 一张 呃 一张过猜 那大家说猜什么的 千万不要去猜连弩啊 你不要怕他 怕你被他推 这个局越耗下去 你的单挑的劣势会越来越大 决斗 所以我们选择打决斗 打决斗的目的是什么 骗他出杀 对吧 如果他给我们拼杀 拼杀过后 我们两张杀 可以把他打到一血 对吧 再借到 再借到杀人过来 可以文把连弩给转过来 文把连弩转过来后 只要下一轮 对吧 他没有摸到特别好的牌 我们只要稍微运气好一点 就能推死他 这就是思路 当然他没有中计啊 他直接掉了这个伤害 他没有给我们拼决斗 掉伤害其实也是不亏的 为什么不亏 因为 相当于我们少打他一刀 对吧 相当于他自己掉了一起 先打一刀 我看 我想猜他手上的牌 是不是可能全是红套牌 如果说有红色牌的话 这张戒刀就能顺利的戒到手 好了 当然 他是让黑色牌 但是地步是上 好了 通过下一波 对吧 一波流通过连弩的一个推 最后 最后 单跳 一个 疑魂传 打 呃 通过 稳打慢打 打掉一个 对吧 第三局 我们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啊 大家见调啊 今天有点感冒 有点感冒 曹杰的视频 我会说的 会说大概在这周之内 应该是这周末年 我会说曹杰的视频 这些人家不喜欢 这里我们选择了 沟通 而对方是一个 强强 直取熊腹 王鸡加鲁素 对吧 而且是动自协战 出奇制胜 一下对吧 就把自己的血 还挂了个万卦 而且达到一个完美的 一个地步 但是呢 我们选择了什么 我们选择不掉血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貂蝉这一回合跳 跳过后 他们俩会激活我 沟通防御 我沟通防御会有危险 所以我选择了 不掉血 我选择了把 貂蝉的 狮子猜猫 因为我觉得 他们会激活我 他们不会去打雕场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 是非发挥作用 就他打 第一可能说 他不熟悉技能 第二 我们的是非 确实有些时候 是一个神迹 是一个神迹 首先很多玩家 他不熟悉技能 乱打试分 第二 即便你熟悉技能 试分也会影响你的 发挥 相当于影响 对沟通防御的 一个激活 只要你不是排最多 基本上 不要去打沟通防御 为什么我无脑激活呢 就是说 这个时候 貂蝉这个地方 他只能去什么 只能去地盟 貂蝉跟王纪 而貂蝉回合外 最多存不过三折 也就是说 我这个时候 郭土旁击 不需要留手牌 不需要留手牌 但凡 鲁树 他是两张牌以上 他就不能发动 完美的 耗石家地盟 对吧 我要尽量的 降低自己的手牌 抑制鲁树的发挥 对吧 身份局也是同样的 遇到鲁树 应该如何 调到手牌 依正核战 出奇制胜 阳攻以灵 居实均顺促 和其江东千里 曹贼势腿 我们决斗 往地下 深茶冬夜之地 牛一周手 有个桃可以绑一下 雕杂 不惜一切代价 拿下自杀 羡慕吧 来来来 一监目一规 不惜一击 当然啊 我们雕杂还是死了 现在就不特别好打 大问题说还是偏优势 因为毕竟我们四个装备 但是如数这一波联动 对吧 直接把我们打得 有点稀了 还好 来了一张手牌 以后直接打掉 这一集最终的体验是什么呢 死人就 作为第一是 过度成绩的一个发挥 对吧 首先是急功 大家 大家好 我是封印 欢迎收看封印解说三国杀 然后在屏幕的左上方 有我的邮箱 大家但凡有好的视频 可以往我邮箱里面扔 大家也可以 加我QQ 跟我一起聊天 对吧 一起交个朋友 然后 我们再讨论 关于三国杀的各种技巧 对吧 各种打法 对吧 各种套路 好了 今天第一局 对吧 是欢乐成双环节 那怎么 大家见过 就是流氓云 对吧 在没有连弩的情况下 能不能一次性秒的 要一个四血武将呢 答案 答案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第一局 先给大家来个开胃菜 当然啊 流氓云不是咱们主视角啊 是对方的这个我们一个队友 而我们选择了一个国家 光平这个牌 你相信 流氓云在没有连弩的情况下 能够一次性秒掉戒流位吗 对吧 今天的开胃菜 就让大家见识一下 过猜 顺手 再拆 固定 统阵 最后一张难满 直接秒掉了戒流位 对吧 我们薄就是薄个好彩头 相当于薄个开萌红 对不对吧 剩下的基本上也是垃圾时间了 我们就加快进度 一个料化 基本上也挡不住 把这个料化也比较倒霉啊 他这个八卦阵就从来没红过 连爆四次举化 对吧 三次举化 对吧 这个料化也是够惨的 薄就是要薄个好彩头 对吧 欢乐成功就是娱乐 对吧 以娱乐为主